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现在回头看是零嘛 对不对 刚五万块这样提嘛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答对一提就是一千块 累进去 不会到你们帐上 如果你们一直答对 累积到十几万 有可能啊 那我们要一起先把 所有的钱累积进去 对 那最后只会剩下一个王者 就把那个钱统统归你了 那拿那个钱就最后呢 去提款期 去提款 好厚黑喔 对啊 超厚厚黑耶 这个是人前手前手 背后要下毒手 1313 变人 各位准备好了吗 好 马上进行赢者全拿第一轮 请出题 身份证字号一生只能改一次 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修改 请问下列哪一种情况 可以更改身份证字号 A 迁移户籍地 B 尾数有四 请作答 不能看别人喔 A 到底是一个淘汰四个 还是四个淘汰一个 很难说 那选择不一样的 何蓉 请解释 为什么选择迁移户籍地 因为身份证的第一个字母 我记得第一个字母 是代表地区吧 对 就是A 台北市A 可是它是出生地耶 不是 尾数有四 为什么不能够更改 就我是觉得 因为改户籍地的话 其实就可以更改身份证字号 那我每搬一次家 我就可以改身份证字号耶 对 但只有一次机会 就好像青年第一次贷款 也是优惠一次啊 这没有什么不可能嘛 对不对 又彤 来解释一下 我觉得户籍地 因为一直可能会变换 那尾数有四 其实台湾人很忌讳有四 那大部分我觉得都会 顺应名义 就是说如果你有四想改 你要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说改 因为我记得名字好像也是说 你不喜欢的名字 可以改两次嘛 那我觉得这个同理可证 如果你遇到四的话 你就觉得 那我这一生不是很衰 所以应该是可以 也是通勤改一次 到底是A对 还是B对呢 Sandra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尾数有四 因为你们都说对了 四这个谐音呢 就是中文的C 词 所以台湾人通常会觉得 很在乎很避讳 因此呢 如果你的身份证 末码为四 或是第三码到第八码中间 含有三个四以上 你可以申请更改 但只能一次哦 你这一关就淘汰了 我理解错误了 我理解错误了 好 你们四个人答对 累进四千块 对 接下来何蓉就不能再答了 我在这边了 你要请到雨伞去坐好不好 真的啊 上面有水淋下来是不是 好可怕哦 你哪把雨伞拿起来 可以坐在那边 到这边啊 你还选风水啊 来 请坐 剩下四位加油了 竞争了 来 接下来一题 请出题 请作答 好 又要淘汰了 到底是一位淘汰三位呢 还是三位淘汰一位 不过以幼童按这么快 你这个速度 我放着你最后解答好了 好 依伦 好 2024因为有大选 所以我刚刚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续 永续的续 继续的续 继续 国家继续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有人继续 所以有感觉 续这个字可能是 蛮关键的 又同按最快 大家还没选 他就已经按了 来 请说 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就是 如果没有永续的话 就没有经济嘛 续 所以我在猜应该是 这个永续的议题这么热 那应该就是续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大家也觉得持续通膨啊 持续的一些国际的局势 可能都还会持续 我觉得大概停滞性通膨 也是一种续 所以我觉得续这个字 应该就是2024 那好的都是继续 不好的也会继续吗 所以就刚刚讲 停滞性通膨啊 或者说经济上面 可能会觉得比较迟缓 这些都是继续嘛 所以都要继续 明朗一听到我说 美金会跌 你看有跌吗 到今天又31点多了 所以就继续啊 这有的会儿 会儿会儿 会儿会儿 你讲很有道理耶 我刚刚这样进去 对 不管是停滞的继续 还是永续的继续 反正都是续 是是是 反正就已经成定局了嘛 来韩竹 你选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 多数霸凌少数的感觉 我感觉我要过去那边 跳雨伞了 对 你选字总有一个 因为现在就是AI的时代 就是如果你要经济 因为是经济的关键字 所以真正的有 虽然永续 可能是很长很长的事情 是大家每年都要去关心的 可是字就是AI 人工智慧 是这两年最好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你感觉我们另外三个人 好吗 我们再也要去招 讲得很好 帅有其事耶 AI 我觉得 2023、2024看的就是看AI 是 那永续是到2050年 那时候一直都持续在用的 对 好 各有各的书法 Central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男士 是 没错就是B 而且真的跟AI有关 因为AI时代在2024年正式起飞 所有行业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人工智能 2024的经济关键字大预测 就是智 瓜哥收回你开场的那一句话 我收回 他走心了啦 他走心了 这个经济日报举办的 2020年经济关键字大预测 第一名呢 民众票选第一名是 就是智 智 因为AI人工智能 对 然后2024年正式起飞了 所有行业都必须思考这一块 所以刚刚韩竹讲的 几乎完全就是答案 还是这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经济日报举办 但是我刚才听到佑童姐 这样A按下去 感觉好像她有读过这篇报道 我想说完了完了 我要选白色的雨伞 还是黄色的雨伞 不是还好 你们都看不到别人答案 如果是我第一个看过佑童 我当然跟着她吓 对 好肯定 没想到那陷阱啊 所以等一下我来先讲解一下 你们只有一个人答对 韩竹对不对 我们先累积一千变五千 然后呢 你们在第一轮的贡献 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五千块请入韩竹的账 一起直追 好 那其他人请就位何荣 大家的奖金累积太少 好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 请出题 2024年有许多心智上路 请问下列哪个是2024的心智内容 A 基本月薪调涨到2万7 B 老年年金勤领岁数调低 请做答 最新的心智 到底是一个淘汰四个 还是四个淘汰一个呢 韩竹 你刚刚说的偷偷是到 我们想先听你的答案 因为我记得基本月薪 应该要有2万8 怎么会是调涨到2万7 所以我不知道老年年金的 情理岁数有没有调低 可是我觉得那个数字好像是2万8 我记得数字是2万7千多块 对 到不到2万8 但是应该是从原本的2万4 2万4 5 然后调到2万7差不多 老人年金这个我觉得 几率比较低啦 所以我是用消去法 刚刚那边好做吗 那边好调一下 不是很好做 完了 我来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基本月薪的确是调涨到2万7 有2024的心智呢 基本工资从2023年的2万6千400元 调到2万7千470元 调升1070元 而老人年金呢 刚好是相反 情理年龄不是下调 是上调 从63岁上调到64岁 韩竹 请坐到那个 好 来看另外一个试试看 真的不是很舒服 在跟大家分享心得 对 不好做 但是你坐一下就好了 那我试试看C位好了 好的 佔C位太好了 好的 总共四个人答对 请累进4千块 继续加油 来 进行下面一题 请出题 独家新闻 是指该篇报导 只有一家媒体采访到 请问 下列哪个英文单字 除了本身的意思之外 也可以代表独家新闻 也可以代表独家新闻 請作答 A或B 四个人都选A 要不然进账4千 要不然又要重新再赛 好 那依伦 Fork好像怪怪的 好像没有听过 依稀好像有看过 就是汤匙这个音 Scoop對不對 Scoop 汤匙不是Scoop吗 还是你怎么念 因为Scoop是这样 舀起来的 舀起来的 舀起来的这个动作 Scoop是什么 Scoop就是汤匙本身 但是这个Scoop 是Scoop 汤匙在挖的这个动作 所以梁姐 所以如果挖你就知道说 挖到一个独家 还有我记得以前有一本杂志 它的 就是独家报道 但是它就写Scoop 我记得有一个杂志封面 就是英文是Scoop 读书人 所以这题根本送分嘛 对不对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没错 就是A Scoop 因为他当礼语指的就是 企业成功封锁任何竞争对手 那70年代的时候 Scoop有了 因为你很幸运 领先竞争者 获得的独家新闻 所以你如果要去报一个独家新闻 你就是说 我会拿到Scoop 拿到Scoop 就意味着 我获得独家新闻了 来 请累进4千块 8千 哇 很多耶 8千 8千元 8千元